用 那第二招 第二招呢 就是烫衣服了喔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 也很強耶 因為有時候萬一老公 也要穿個襯衫出門 對 我都說我沒時間燙了 我一件襯衫大概三分鐘搞定 為什麼三分鐘 因為我家有兩個男生嘛 兩個小男孩嘛 你家三個 還有一個爸爸對不對 爸爸現在都是那種穿襯衫的 所以我覺得 我比較建議大家不要用那種 熨斗 那個熨斗呢 其實它要花很多力氣 而且很重 那我覺得現在蠻流行的就是這種 叫掛燙機 掛燙機 整台是在這台 比較簡單 可是要讓觀眾看清楚 我就特別把我家裡這台帶過來 其實它蠻簡單的就是 它是用蒸汽的原理 對 所以其實像我是開服飾店 我們服飾店都用這樣子的東西 對 有啊 我們常常去逛街 不看人家那個陳蕙小姐 都會看到他們整理 可是這比 這比那個服飾店的那種專業級 更厲害的是 專業級的 它這下面是石頭 對 然後或者是有的有輪子 像這個呢 就很輕 很輕 非常的輕 對 很輕 那你加了水之後放進去 它又變得很穩 對 就完全就不會動 所以不容易倒 也不會翻 然後現在是活動式 就是你這個轉開 分開的 對 你可以轉 所以加水比較方便 對 加水之後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而且呢 你看喔 它這裡還分兩段蒸汽 對 就變成說如果你是薄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 還有一些絲的衣服 你就可以用比較少的蒸汽 比較弱的 這個衣服也可以喔 對對對 因為一般樣子的衣服 不能燙絲的啊 對 這個優點就是 任何衣服都可以燙 哇 所以一般運動有時候 像有時候你那個布料 像那種綿的布料 你常常燙還會亮亮的 對 所以有時候會燙到那個襯衫都亮亮 那我比較建議是用這個 像這個你平常起床你要用的時候 對 45秒它蒸汽就出來 45秒 好厲害 對 然後像它如果薄的是這個小蒸汽 那如果是秋冬比較厚重 像毛料的衣服啊 外套啊 或者是那種一些綿的 比較厚重的 對厚重你就可以用這個比較大的蒸汽 對 那我一邊燙一邊講給你 好 其實真的很快 譬如說我像這一件襯衫 現在皺得不得了 對 我現在把蒸汽打開 然後45秒就可以了 對 那我覺得有一個優點就是 其實我們在家裡啊 對 有時候自己放在家裡 因為它有一些像你老婆很嬌小對不對 對 那不像那麼高 它還可以調整 對 對 或者說坐著也可以燙 你不見了 對 對 對 然後 所以比較嬌小的太太也可以用 對 那比較高的太太也可以用 所以可以調節自己喜歡的 對 喜歡的高度 那像這種材質是無毒材質 對 所以它我們常常是這樣會有蒸汽有加熱對不對 對 所以它噴出來蒸汽比較無毒 所以很適合一般家庭使用 對 然後你現在看喔非常簡單 對 來 燈輝哥你要注意看喔 你看拉直 拉直 對不對 對 好快喔 馬上就平了 對 滑一下而已 有沒有 對 兩邊的差別 差很多喔 用下面一點 哇 馬上就平了 馬上就平了 非常的快對不對 好輕鬆喔 你的時候也可以燙 然後而且啊我覺得 像我自己有時候在家 我就非常的快速 然後尤其襯衫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 輕輕鬆鬆的就把它燙好了 真的耶 一件襯衫 然後像我們袖子 是不是用燙衣板很難燙 很難燙 對 那這個也是非常的簡單 就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樣扭過來 哇 輕輕的扭過來就可以了 真的好方便喔 像那個推土機推過一樣耶 對 然後像以前 領子也可以喔 領子也可以 領子也可以 其實燙衣服啊 最麻煩其實就是領子 還有那個袖子的部分 對 你看它有附一個防熱的手套 對 非常好用 燙傷 好貼心耶 你家裡面其實有時候 我們拿那個熱鍋子的手套也可以 對 光燙的 對 那你看這種領子 比較細節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拿起來燙 喔 非常的簡單 很貼心 然後比如說袖口的部分對不對 對 然後袖子這邊 像一個燙嘛 喔 這樣手就可以墊 對 就完全不會燙傷 對 就非常的貼心 哇 好棒喔 其實很方便 真的 超神力 還有喔 還有 這個要先關掉一下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是一個那個 一個燙線器 對 等一下我把它架上 好 好 這個是一個燙線 你可以加了這個 夾子之後啊 對 像我們有時候襯衫 西裝褲 對 希望抓一條線 好 當兵的都要 有有有有 這個要這個 對 所以你這時候如果 你假裝這是西裝褲的條線 對 有些人襯衫也是要一條線 對 然後它也可以 是 把它這樣子夾上去之後 喔 喔 可以夾出線來 好厲害 對 燙就出來了 燙這個線 對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大家不是說 還很虛榮說 背後 真的要兩條線 對啊 這樣子抓的就可以燙出來 喔 了解 好好 真的很厲害 謝謝葉婷 哇 我在看婷婷示範完 我突然覺得很對不起我老公 真的 因為她傳來叫我燙一鼓 我說我來不及我來不及 然後結果都害她揍揍的出門 就噴一噴噴一噴 叫她自己把它挺 我說快點拉一拉拉一拉 這樣子 以後就知道有這個好幫手 對不對 快得很 好那一樣呢 要請兩位專家 來給葉婷舉個牌 看看她可以獲得幾分 來 一二三請舉牌 哇 對 我們今天呢 果然是有兩位賢妻良母 因為兩位呢 都獲得我們今天的滿分十分耶 而且這個掛湯機啊 除了燙衣服之外 還有一個功用 還有功用 因為你家裡是不是有窗簾 有 對 那還有床單 對 床單最難燙 你知道現在日本啊 常常會用 可以 你就可以用這個蒸氣運動去燙 塵蠻對不對 對 燙你的那個 因為 因為只要超過五十二度以上 塵蠻就會死掉 所以家裡的龍毛娃娃 我也會用這種掛燙的 真的 所以它可以把它燙直之外 又可以做到一個很好消毒的作用 好好用喔 因為我覺得床單是最浪費時間 因為好大好難燙 對 所以你就鋪好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把它這樣燙一燙 哇 婷婷教我們這個方法太好了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要請問一下應如老師 很多人早上出門的時候 才發現到 昨天晚上洗的衣服啦 襪子沒有乾 怎麼辦 您來教教我 教大家一些快乾法 教大家一些比較快乾的那種曬衣方法 我們就不用花錢就去烘衣服 對 那先講這樣是帽T 其實大家都常常穿 對 那我們平常的曬法就直接曬時 帽子是會在這個地方 對 直接接著 所以它都不會乾 所以我現在就是等於是把帽子也讓它立起來 讓它立起來 先給大家看就是做完以後是像這樣子曬法 對 而且帽子是立起來 所以整個是比較撐開來的 就不會早上起床要出門才發現 全部都乾就是帽子沒乾 其實做法很簡單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是讓帽子可以撐起來的架子 如果沒乾我們又花時間用吹風機吹 都浪費時間 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把一般衣架 依照我們的大概帽子的大小 稍微折一下 就往下折 可是你到時候可以看比如說衣服的 易如老師你真的很愛就是把衣架變成 對啊 也是我媽說 我們家衣架有沒有一個是正常的 什麼每個看起來都沒有 每個都是改造過的 對 那其實這樣子是我們基本型 就是跟帽子的形狀一樣 但我們要勾住 所以下面的地方要把它再拉下來 不然 因為我們要完成是要一個加這個 這是身體的 所以它要有一個凹可以勾住 對 所以它要再往下 然後它可以凹的 等於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寬度 大家在家裡再依照你自己的帽子 形狀做微調 那其實這個就是帽子掛的部分 對 然後這個就是不便 就我們一般的光曬衣服的 那其實這樣兩個勾起來 對 其實這樣就OK了 對 就變成這樣子了 對 那其實大家比一下 那其實大家比一下 就這一個 對 這個是這一個 然後這是上面的 這樣子就知道了 那平常還是都可以拆開來使用 太好了 這樣帽子就站起來了 對對對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讓大家很傷腦筋的 對 還有就是褲子其實也不容易乾 對 那其實曬褲子要讓它比較乾的話 比較快乾就是要讓它撐起來 對 就是它裡面的空氣是可以通進來的 對 那我們用的工具其實非常簡單 而且要有這工具時 小朋友就很開心 對 因為他喝的 對 對 這種平子氣就OK了 然後方法就是直接把它塞進來 然後它的好處是它會自動固定住 對 所以就不用說什麼膠帶去黏 它本身也彈線 對 然後橡皮筋去綁 其實這樣子就完成了 對 那像我們剛才看到這個就是 也是裡面有養樂作品 對 而且它就會撐著這樣開開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直接把它 曬衣服的時候扣住就好 對 然後可以故意勾住後面 就是這樣就不用再用衣夾去夾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它還可以用在哪裡 像我們有時候曬衣服時 直接這種三角衣夾 如果用在T恤 後面都會有一個肩膀都會 鋪起來一點 對 這樣子變形就不能穿了 對 那其實如果這種情況時 改用這種 蝦風過的養樂作品 對 好強喔 然後就你看它形狀不會變 而且同樣也比較開 所以也比較快乾 而且老師你這樣子也可以曬毛衣 對 那久了它可能就會比較裂開時就換掉 那些小朋友都常常喝 所以家裡很多 就可以多加利用 很棒很棒 謝謝櫻如老師 謝謝 好強喔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大家在家裡呢 其實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你看喔 像比方小瑋剛剛介紹的下午茶 婷婷介紹的燈會介紹的 這樣加一加 一天之中 你最少可以省下兩三個鐘頭 可以跟朋友喝個下午茶 媽媽可以做個SPA按摩 你看說有多好 所以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我們一起來婷婷 憲哥有話跟你說 我們台灣人的平均壽命呢 差不多84歲 換算的話是三萬多個日子 希望大家把握每一天 好好的陪陪家人 利用一些小創意 新工具 讓自己爭取更多休閒休息的時間 沒錯 今天也謝謝所有來賓的參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